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这个周末我们主要聊吃的,现在是好物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东西 苹果,不是大苹果,是小苹果,而且是有机苹果 我先来聊一下,我现在为什么要开始吃有机的食物呢 因为我吃的水果蔬菜很多 最近也知道水果蔬菜里面 因为很多工业化的生产的时候有化肥 还有这种杀毒剂这些的 而且我时间比较紧张一般 就是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削皮 虽然我每次吃东西还是洗得很干净的 但这一点上也给我一些担心 所以上一周我去开生活方式医学的会议的时候 专门参加了烹饪课 就是烹饪这种健康蔬菜水果完整食物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数据还是比较不是很充分 就是各种各样的关于健康的好处 吃五个serving,五个份的蔬菜水果对身体有好处 这些并没有区分哪些是有机或者非有机的 所以这一方面呢 如果你吃的蔬菜水果不够的话 还是要尽量吃 不要太过第一步 还是要吃 其次是再去想是不是要有机 我现在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好的习惯 我就开始慢慢注意 这一点呢在美国有个叫USDA 就是他们美国的我们这个美国的这种农业局呢 他们是对有一个叫做有网站上有一个叫做12个食物 它比较高风险叫3012 然后还有15个食物呢比较相对安全 叫15Clean 这些每年都有一些变化 就原理上非常简单 就是这种像草莓啊 它的皮很薄 没有什么皮你也不可能包皮吃 这种呢 它的含的化学成分就会高一些 你洗洗了就要更努力洗一些 相对于比如牛油果 牛油果它的皮很厚 你也不吃那个皮 它的风险就会低一些 在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说呢 他的做法是把这些要吃的蔬菜水果呢 先加一点醋 那种厨房用的洗碗的醋 先洗一遍 然后再用清水洗一遍 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不是说有很强的数据作为支持 我也不打算采取 我要开始实行呢 就是开始买这种有机食物 以前我们这种小村子啊 没有那种叫猴夫子 whole food 也没有那种缺德旧的 trader rolls 怎么办呢 我现在发现 就我们这边的沃尔玛 Walmart里面有专门的在蔬菜那 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上面写着 organic organic就是上面这个名字 然后在另外一个卖水果呀 这种生鲜的地方也写着是有机 所以我就到那两个地方去买东西 确实就有一些限制 有的时候架子上也不全 但是我就尽量把那些 各种各样颜色的东西都买一些 比如这次呢 我就买了这个三磅的这种苹果 因为我每天都吃一个苹果 大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你看这个也是 是我前几周买的gala苹果 看这个大小能差出来多少 这就说明这种原生态的水果 它不可能长得很大 然后不可能防虫 它产量也低 所以价格就会贵很多 但你说这个难道它 就对健康有坏处吗 现在我们可能也还没有那个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条件 经济上也可以负担起的话 比如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就开始吃这种有机的水果 那这一个就不够了 我就要吃两到三个 没关系慢一点没关系 它这个水果也是要洗的 所以在如果要是没有有机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皮削了这些这类的都是 都是还可以的 也记住还是要继续吃水果 但是看了这个之后 我真的是非常心叹 你看这一包的小水果 比如用我的拳头来比 我的拳头以前那些苹果都远远大于我的拳头 我现在这些苹果都是小于我的拳头大小 我还没有吃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这个吃的味道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昨天买了有机蔬菜 买了西红柿 还有小辣椒 还有西葫芦 我都吃过了 确实味道不一样 我现在能吃出来 也许以后每天吃可能就吃不出来了 总之新鲜食物呢 让你能够买了之后非常有规划的 他很多新鲜食物是不能放冰箱里的 反而就减少浪费 经济上也不会有很大负担 好谢谢大家